來到我們講這個星星的星星的最後部分 就是用一個光譜的Spectra去分析 我們知道星星會輸出一些Electromagnetic wave 我們會收到一個Spectrum類似 Black Body Radiation Spectrum 之前有說過的 而這個Spectrum其實是一個Continuous Spectrum 但是其實我們Receive回來的那些來自行星的Black Body Radiation Curve又未必是Continuous 未必是那麼帥仔 有齊齊那麼多的WaveLine的Intensity都齊齊了 有一部分你會見到沒有了 所以我們Receive回來的時候 就會缺失了那一部分的信號 例如說這裡有些黑色線在中間 例如說我抽這一段來講才算數 這段來講的Intensity 400到78 我畫了帥仔的這幅圖 我們以往看那個Black Body Radiation Curve 那就應該是這樣去有個這樣的Shape 抽了中間那段去講 這個其實是一個Continuous來的 好像上面這樣 每一個Landa裡面都有個別的Intensity在 但是我們收集回來發現是這樣的情況 中間有些黑色的部分 黑色的部分代表Intensity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就會變得暗淡一點 有些嚴重一點的 你看有些隔開一點 那就嚴重地缺失了 我們稱之為這些比較深 這些虛紋我們叫做Absorption Line 這些關於Absorption Line Absorption Spectrum 就講一些額外知識給你聽 那就做一個Reference 為什麼一個Continuous的Spectrum 來到我們去觀察的時候 會有些Absorption Line在這裡呢 其實理論上我們說的Black Body Radiation 出來的Electromagnetic Wave Spectrum是Continuous 但是當它Radiate出來的時候 可能那個衡星表面 就可能有一陣氣體包圍著它 而這陣氣體裡面 可能就會包括了一些不同的Atom在這裡 所以它Radiate出來的Continuous Spectrum 那麼多隻Wave Link 總會有一段是適合那個Atom的厚味 而被那個Atom吸收了 而它吸收了之後 因為Energy Level的關係 它吸收完之後 它會很好的 它會放出來的 會Reradiate出來的 但是 原本大家是共同前進同一個方向的 你吸收了中間那段 雖然你會放回它出來 但是就是Random Direction 就是說原本在直線這個方向的強度 就會因為你吸收完之後 再四方八面地放 所以在這個方向 這一組的Wave Link就會弱了 如果你想深究的話 其實這個Energy Level 會在Photonic 講光電效應的時候 都會談及到的 今天關於一些不同的Atom之間的Energy Level 怎樣去Excited上去 然後Reradiate 跌下來 釋放了一些EnergyMalaxy Wave 好了 講回我們天文這一課 想著重說些什麼 我們不是想說那些Energy Level 其實我們想說 我們觀察一些行星的時候 透過觀察那個Black Body Radiation Curve 那個Spectrum 然後觀察那個Absorption Line 我們約某會知道某一些資訊 透過觀察這些Absorption Line 跌下來的那些山谷 這些Absorption Line 首先講一下 是怎樣來的 剛剛正如我所說 在行星表面 Surface of the star 有些Low Pressure Gas 而這些Gas的Atom Absorbed Radiation 吸收了部分 然後Reradiate 但是Random Direction 所以在那個方向 例如下面 紫色這條線的 我拿了其中一段的Wave Link 當紫色 因為其他就沒有吸收 直行直過 直行直過 好了 留意中間這一段 有五個箭咀在這裡 理論上五個箭咀入 五個箭咀出的 但是當它Absorpt之後 再Reradiate 有四個箭咀在不同方向 在這個方向只剩一個箭咀 所以比起其他的Wave Link 它是否特別 intensity是否特別低 所以就出現了 Absorption Spectrum 而這個Absorption Spectrum 會因應不同的Element 不同的Atom 就會吸收不同的部分的Wave Link 因為大家 那個Atom口味都不同 你喜歡吃長一點 你喜歡吃短一點 所以 我們可以透過這些 Absorption Line 可以會知道 那個Element是甚麼 類似巴曲 例如說這道短 這道長 這道短 這道長 吸收了這幾次 原來你就是Hydro醬 原來你吸收了這道 另外一道 原來你就是Kalcium 大概會有這樣的概念 我們透過讀這些巴曲 即是這些Absorption 有些甚麼我們知道 第一 Chemical Component Contained in the Stars Atmorphia 那裡包了甚麼氣體上面 我們會約莫知道 因為我們可以在地球Task 當這個Spectrum 穿過一些 Chemical Component的時候 出來那個Absorption Line 我們對比我們已知的Absorption Line 我們就會對比到 大概有甚麼Element在上面 第二個就是恆星表面 因為不同的Temmature 都會有個別的Absorption Line 所以這個 恆星表面溫度都可以找到 第三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會知道那個Stars 是Moving towards 還是Moving away from us 這個我們會在Dotpart effect 後面那一課會說多一點 後面有些Example 先試一下 簡單三條True Force 第一個就說 現在就有一個Absorption Spectrum produced by Hydrogen Gas 由這種氣體所產生 第一個首先問你A part The Absorption Line of Hydrogen Gas and Helium Gas Occured at Different Wave Link in the Spectrum 他就想問Hydrogen Gas和Helium Gas 那個Absorption Line 會不會不同 那當然啦 那當然是不同 因為大家的口味不同 吃不同長度的Wave Link 好了那B了 The Absorption Spectrum contains only one Dark Line 只有一個黑色線 只吸一個部分的Wave Link 不是的 他們很大吃的 一吃就吃好幾種 不會只吃一條 可以嗎 背後原理呢 就好心無的 那就不在這裡說了 關於Photonic 那個的Chapter 就是光電的Chapter 那所以 有興趣再找我講 C The Absorption Line shows that the Intensity of the Radi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Wave Link is zero 一吸就吸到零 不會的 吸部分的 就未必會跌到零的 全部都 那你見到有些 跌低一點 有些跌再多一點 那所以這個都是Force的 這次的風格 落空的 在那邊 這次的風格 有在那邊 是 有的 這次的風格 有的 風格 有的 開 有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